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都认为我是高攀 还没结婚就劝我要识大体 做一个大气懂事的贤夫 我也念及他对我的好 学着怎么去做一个好老公 可是出轨这事有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我想要的是美好无瑕的婚姻 而不是遍地狼藉的生活 对这种事我无法忍受 我结婚这件事除了我妈和好兄弟就没人知道 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分手后给他们发去了消息 提前告知这件事 我妈震惊不已 一个劲劝着我要多加考虑 不能冲动做事 直到我把这件事告诉她后 她沉默了 好一会儿才出声 好 只要你不后悔 我就支持你 办完这些事 我把装扮好的婚房一一收拾干净 婚礼取消了 婚房自然没必要留着 忙完这些 我把手机直接关机 倒头就睡 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并不在意 但第二天中午 就听到了门外传来阵阵敲门声 我故意装作不在家 任由他们敲门 承越做出这种事情的时候 就该想到有这么一天 可就在我意外闹剧结束 生活可以回归正轨的时候 承越找上了门 她漂亮的脸庞映着显而易见的疲倦 澄澈的眼眸一顺不顺看着我 江慈 你闹够了吗 她清亮的嗓音里带着沙哑 我回过神来 冷冷看向她 程小姐这是站在什么角度来质问我 江慈 别再闹了 我最近真的很累 她像是在服软 话音低了不少 可饶是这样 她也不说 他们那天为什么会在酒店开房 我一声冷笑 游走在两个男人之间 能不累吗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想跟她周旋 越过她就想走出去 却被她攥住了手腕 温热的手心触及到手腕的那刻 我惊弓之鸟般猛地甩开她的手 愤怒地瞪着她 别碰我 程月身形微颤 诧异地看着我 她张了张嘴 像是要说什么 程月 你要是不想闹难堪的话 就别再来找我 江慈 她语气重了起来 喊了几分不悦 你把我一个人扔在婚礼场上 让人耻笑我 我处理这件事已经很累了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就不能跟我好好谈她吗 谈什么 谈你跟别人开房后干了什么 抱歉 你们的事 我不感兴趣 程月黑眸如墨 脸色沉得能滴出水来 声音冷冷 心脏的人 想什么都脏 对 我心脏 我配不上轻症连结的你 那不是正好 没有我 你可以找配得上你的了 她谋低森然 像是在极力压制着心底的怒意 沉沉吐出口浊气 阿慈 有什么事 我们回去再说 我爸妈还在家里等你回去吃饭 想起她的父母 我稍有些内疚 程月的父母跟她是完全不一样的性子 程叔叔和善言谈 阿姨温柔漂亮 他们对我很好 从来没有亏待过我 甚至有时候对我比对程月还要好 或许是想着 人都是相互的 他们对我好 我也会对程月好 而我正如他们想的那样 对程月百般包容 在生活上 我从来没有让她操心过 每天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她做一顿热饭 就是希望她在外累了一天 回来能好好休息 可我没想到 我包容了她 她却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 这件事总归要说清楚 我也就没有拒绝她 只是我没有坐她的车 而是自己开车去 她脸色很是难看 却也没有说什么 我跟她来到了她父母家 还没进屋 就听到了她妈的话 家里没水果了 你去买点阿慈喜欢吃的来 好嘞 我这就去 叔叔走来门边 看到我们顿了一下 面上又浮现起了和善的微笑 回来了 快进屋 我去买点水果 马上就回来 我尴尬的不知道说什么 在来的路上 我就设想过他们会怎么骂我 会怎么责怪我 全然没想到 他们不仅没有责骂我 反而对我笑脸相迎 以前 看着他们 我就会热情打招呼 想着给他们留个好印象 但现在 倒嘴的称呼 却喊不出来了 承越从鞋柜里 找出了我的拖鞋放在地上 我抿了抿唇 患上说了声 谢谢 她动作一顿 看我的目光略显复杂 我刻意避开她的视线 轻车熟路地走了进去 阿姨还在厨房里忙活 听到我们的声音连忙走了出来 阿辞来了 你在沙发那休息会儿 马上就能开饭了 她和叔叔不吝啬笑意 像是逃婚的事从未发生过 看到她满脸的笑容 我心底的内疚感又深了几分 但这并不会动摇我分手的决心 我应声着坐在沙发上 拘谨地看着黑屏的电视机 承越倒了杯水放在我身前 又不是第一次来了 这么紧张 我目不斜视 诞声道 因为这不是我家 说着 我不冷不热补充 不是第一次 却是最后一次 承越紧捏着手中的水杯 指尖都泛了白 紧敏的脖唇成了一条直线 像是在刻意克制着什么 与此同时 门铃声传来 她起身去开门 她的竹马凌晨爽朗的声音 从门外传了进来 月儿 你们家在煮什么 好香啊 随着她的话落下 她轻车熟路地换鞋走了进来 手里还拎着特意带来的礼物 看到我时明显愣了一下 嘴角牵出了几分艰难的弧度 阿慈也在这啊 我冷冷的目光从她身上扫过 触及到她穿着的拖鞋时 目光顿了一下 她的拖鞋是有着小熊的蓝色可爱家居鞋 好巧不巧 和成月脚上那双不可爱的粉色小熊拖鞋是一对 我自嘲地勾起了嘴角 将所有的话语全验了下去 很快 到了吃饭时间 阿姨一如既往地在照顾着我的情绪 生怕我放不开 还让成月帮我加菜 成月对此眉梢紧皱 明眼可见地抗拒 她总觉得互相加菜很不干净 就像互相在沾染口水 之前来的时候也上演过现在的情景 那时她满脸不急 问为什么要互相加菜 真不觉得恶心吗 我当时本来就很局促 听到这话瞬间没了心思 用其他话题带了过去 到了现在 她还是没有改变她的想法 眼里生起了嫌恶 我单身一笑 摇了摇头 不用麻烦了阿姨 我自己会加菜 阿姨脸上的笑意渐渐凝滞下来 不悦地瞪了她一眼 又笑着让我多吃点 凌晨挑了挑眉 顺势加了块她面前的糖醋排骨 在她碗里 成月眉眼微动 倒也没拒绝 神情自若地 吃着她加来的排骨 看着眼前的一幕 我突然有些想笑 她嫌弃我的接触 却对她的讨好照单全收 若不是她父母还在这 我真不知道 我会说多少难听的话 阿姨脸色皱变 眼唇重重咳嗽了几声 你别厚此薄笔 也多照顾一下阿姨 成月腻了我一眼 不情愿地加了块虾 在我碗里 我对海鲜过敏 在一起那么久了 她还是不知道 从这一刻开始 我食不知味 她放在我碗里的虾 我没有碰过 吃完饭碗里 还独留着那只 分外明显 我视而不见 但笑道 谢谢叔叔阿姨的招待 不过有些事情 我还是要说清楚 我和成月已经分手了 很抱歉叔叔阿姨 我辜负了你们的心意 叔叔阿姨愣在原地 成月紧钻双拳 沉默不语盯着我 反倒是凌晨急了起来 江慈 你这说的什么话 好端端地分什么手啊 你这不是拿婚姻当儿戏吗 看着她明知故问的模样 只觉得恶心 我诞生一笑 反问道 什么原因你不清楚吗 江慈 成月出声打断了我的话 她神色阴沉 满脸不悦 我都说过了 我只把阿诚当哥哥 你别再无理取闹 凌晨脸色一变 有些笑不出来 我当然看向她 突然觉得有些累了 我慢慢站了起来 对着猛神的两劳浅声道 叔叔阿姨 谢谢你们的招待 下次有机会 我请你们吃饭 我突然想起了 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就先走了 阿姨是民事里的人 能看出气氛不对劲 她不舍地站了起来 也行 阿姨这里随时欢迎你来 以后多来玩玩 这是不可能的 我敷衍地点了点头 从成月家里出来 我直接去了我朋友家 之前因为结婚的事 她帮我安排了婚车 我还得去把这件事解决了 兄弟方圆看到我来 连忙请我进屋 继而拿出了爆米花 盘腿坐在沙发上 说说吧 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性格不合 三观不合 自然就分了 我说得轻松 心里却分外沉闷 我们谁都没有想到 会在婚礼前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不跟她说真相 也只是为了不闹那么难堪 给彼此留点体面 你们谈了那么久 现在才觉得三观不合 闹呢 我看着她 笑而不语 同样是男人 她怎么会猜不出大概 方圆倒吸了一口冷气 不会是我猜的那样吧 你被戴绿帽了 我民紧了唇 没有回应 倒也在无声中 承认了她这一猜测 靠 我之前就觉得她心不成 果不其然啊 这是玩累了想 找个老实人接盘了呀 你话别说那么难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没人能管 方圆冷气了一声 爽朗道 没事 打起精神来 世上女人那么多 迟早能找到合适的 跟她聊了话 处理完婚车的事情 我心情好了不少 也想明白了 我也不差 没必要为了不相干的人 坐见自己 调整好心情 我回到了公司上班 知晓我这段时间结婚的同事 看到我来上班 纷纷表达了祝福 看着他们为我而高兴的笑容 我心里酿过一道暖流 开心之后又是一阵惆怅 谁能想到呢 我给他们的喜糖还没吃完 就又回到了单身状态 小江 接下来你和你老婆 不会要备孕了吧 到时候 你肯定会请假陪老婆生孩子 大家都知道 这次的经理位置非你莫属 要是这个时候选择家庭 得不偿失 隔壁的同事 趁着中午午休的时间 一动着椅子 坐在了我的旁边 小声说着 我之前确实有过这个烦恼 我舍不得放弃 近在咫尺的生殖机会 又不舍得抛弃 才组建了小家 不过现在 我的烦恼迎刃而解 你不用担心 近几年里 我都不会有这个打算 啊 你家里人不会催生吗 我淡然一笑 谁都没有资格插手我的事 不管什么 都该顺其自然 同事震了一下 给我竖起了大拇指 夸赞道 你可真清醒啊 不过说的也是 人生是自己的 谁都没资格 对我们的人生指手画脚 我心底泛起了苦涩 我要是真的清醒 也就不会到了 这一步才回头 接下来 我把重心都放在了工作上 刻意避开了有关承越的一切 才发现 原来真的想要避开一个人 是那么的容易 连着五天 我都没见到承越 就在我以为她打消念头时 她竟然找上了门来 我拎着高买的菜回家 走出电梯 就看到了屹立在门边的 身姿绰越的女人 承越手里捧着一束鲜艳的红玫瑰 漂亮精致的脸庞 自带优越感 想要忽视都难 我冷然地走到门前 想要开门 阿慈 我们谈谈 我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 我淡淡地腻了她一眼 让开 我要回家 之前那件事 是我做的不对 我来跟你道歉 我诧异了两秒 没想到她会意识到错误 之前我们每次吵架 她都意识不到错误 坚决认定自己的做法是对的 反而觉得 是我在无理取闹 任由我生气 就是因为她认定了我消气后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或许她这次找来 是察觉到了 我分手的决心 我站在原地 没再开门 只勾勾看向她 承越 没必要道歉 我们已经分手了 阿辞 我没想过分手 她真诚开口 我爸妈挺喜欢你的 我也不介意你逃婚的事 我们重新开始吧 听到这话 我的心又凉了半截 这就是我喜欢了 整整三年的女人 她想复合不是因为 舍不得我 而是因为她的父母 跟我复合 是为了给父母一个交代 可真好笑啊 她把婚姻当什么了 我故作镇定 嘴角扬起了淡淡的弧度 你是被叔叔阿姨 喊来跟我道歉的吗 她沉默不语 无声地回答着我的问题 承越 有没有人说过 你挺伪善的 我神情自若 淡定说着 承越眼底闪过轻微的错愕 像是没料到 我会这么说她 也是 她出生就赢在起跑线上 从小就是被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 在外还有无比体面的工作 和漂亮的外表 或许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有人骂她 承越 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你想要什么 你可以说出来 我能满足的 尽量会满足你 我倾勾唇角 讽刺到 你给不了我 我想要的 不过是她的专一 希望能得到她的偏爱 可是 就是这么简单的想法 我也没法得到满足 因为她的心里 根本没有我 在我和凌晨之间做选择 她的第一选项从来不是我 我拿出钥匙打开门 正要走进去 门上突然伸出阻力 承越一手挡在门前 谋色民众反问 你不说 怎么知道我给不了你 话音落下 她的手机铃声赫然响起 她犹豫了两秒 拿过手机看了起来 我离她很近 能看到手机屏幕上跳动的名字 是凌晨来的电话 承越面露纠结 迟迟没接 对面也没消停的意思 我说 接电话吧 别让人等急了 等我一下 她拿着手机后退 做事接电话 趁她不注意 我啪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站在门后 透过猫眼看她 外面的她 看着紧闭的门 沉沉叹了口气 随着她接起电话 人也跟着消失在了眼前 不过几秒钟时间 走廊恢复了先前的寂静 好似刚才没有人来过 我虽然早已经猜到了结局 亲眼目睹 心里还是有种说不上来的难受 第二天 我洗漱完去上班 打开门的那瞬 就看到了放在门口的玫瑰花 昨天鲜艳欲滴的玫瑰花 经过一晚上的放置暗淡了下来 不负昨日的风光 也好似在提醒我 这个可悲的人生 还没跟承越谈恋爱的时候 我过得愤爱潇洒 我休假时 总喜欢去周边各处旅游打卡 也喜欢慢下来享受生活 可她却说 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这么做只会浪费时间 从那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出去旅游 工作就算再苦再累 我也把它放在第一位 总是随叫随到 可我忘了 有些事情做多了 会变成别人眼里的理所当然 回忆至此 我捡起地上的玫瑰花下楼 在看见垃圾桶时 顺势扔了进去 旁边的宝洁阿姨看见 惊呼了一下 先生 这花还新鲜着呢 你就不要了 我往而一笑 不要了 花 我不要了 承越 我也不要了 我不再理会她 她却学起我之前的模样 会在清早给我送来早餐 也会在下午送来下午茶 而且 不止我一个人的 办公室里的所有人都有份 同事见了 都止不住调笑 江慈 你可真幸福啊 你老婆真会出人际关系 知道帮你笼络我们这些同事 就是 我要是遇上这样的老婆 晚上不得偷着笑 或许这就是嫂子的一种 宣誓主权的手段 变着法提醒咱们办公室的小姑娘呢 她的好意 反馈得有好有坏 听着她们的话 我皱起了眉 我没有跟她们说我老婆是谁 平日里在公司里也没有刻意提起家里的事情 她这么做 纯粹是给我添乱 她每次都这样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从来不会跟我商量 但我也只能忍下来 以免自找麻烦 她喜欢送 就让她送去 就这样 我享受了几天独处的日子 渐渐地找回了从前 然而 我却没想到 成月的妈妈 邀请我一块去庆祝她的生日 阿姨对我极好 但我也深知 不能再掺和她们的家事 也就拒绝了 结果前脚拒绝了她 后脚方圆就约着我出去吃饭 想着是该放松放松 我就答应了 但属实没想到 她会定在和成月家相同的餐厅 本来想着 我今天正好休假 闲着没事 就提早去了约好的餐厅 随着服务员的提醒 我向着包厢走了过去 却不料还没走到包厢门口 就听到了一阵抽气声 月月 如果我愿意为你放弃 现在的未婚妻 努力让叔叔阿姨接受我 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 成月没有说话 她背对着我 我看不见她的神情 凌晨红了眼眶 看她的眼里满是不舍和爱意 我却因为她的话 一颗心坠入了黑暗 冷意从脚底猛地钻了上来 她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之前在一起过 阿陈 以前的是早已经过去了 我们都该向前看 凌晨话里带着不甘 可当初你跟姜子在一起 不就是因为叔叔阿姨 对她很满意吗 我也可以学着她的样子 去得到你父母的认可 月月 你明明说过 这辈子非我不嫁的 他们的对话像把利剑 一字一句直戳着我的心 我突感呼吸沉重 攥紧了双拳 阿辞 你终究还是来了 身后传来阿姨含着笑意的声音 我僵硬的身体微微动了动 成月猛然回头 对上我的视线 眼底明显闪过一丝慌乱 阿辞 你什么时候来的 凌晨止住了话题 带着不甘和怨恨的双眸 直勾勾盯着我 我冷然的目光 从他们身上扫过 实话实说道 在你们缅怀过去的时候 我就在这了 成月哑然 阿姨却如临大地般瞪着她 阿姨动了动唇 想要说些什么 我先她一步开了口 阿姨 祝你生日快乐 不过今天我跟朋友有约在先 很抱歉 不能陪你过生日 下次有空我一定单独请二位 别呀 阿辞 我 阿姨 有些事我不想说太明白 但我跟成月确实不合适 我斩钉截铁地说着 淡淡道 既然他们俩真心相爱 阿姨您不如是去接受 俗话说宁拆一座庙 不悔一桩婚 我不想当这个罪人 很抱歉 话音落下 我直接转身走了出去 这里面的气息 太令人沉闷了 闷得我都快踹不过气 可所有的隐忍在走出餐厅后 瞬间瓦解 鼻翼间散着色意 让我情绪忍不住低落 我真的很想冲进去问她 她到底把我当什么了 到底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还是把我当她的替身 可仔细想想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不都是因为不爱吗 因为不爱 所以随便是谁都可以 我思绪混乱 浑身有些发抖 这时旁边的便利店 突然放起了歌 分手快乐 祝你快乐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挺应景的 也挺好听 但是不适合现在听 我抬头看了眼 将汹涌而来的 色意咽了回去 思量半秒 还是走进了便利店 选了凭不知名的白酒后 又选了同火机面 随后就直接开车回家 心里沉闷得 快要透不过气 我现在只想狠狠发泄一下 白酒陪着 蜡一迸发的火机面 吃得我一把鼻涕一把泪 不用看 就知道 我现在的模样 有多么狼狈 不过经历了一场 自残式发泄 心情瞬间好了很多 只不过喝了酒的脑子 浑浑噩噩的 让我彻底没了精神 瘫倒在沙发上 迷迷糊糊闭着眼 就在这时 方元突然来了电话 接起电话 他大大咧咧的声音 就从对面传了过来 江慈 你他妈迷路了呀 怎么还没来 我和小妹妹 都等你快一小时了 我没空 不来了 我说这话的时候 声音是闷着的 方元一下 就反应过来 与众心成道 情商的最好解决方式 就是再谈一段恋爱 转移伤心 哥们努力努力 争取让你尽早摆脱 我满脸无奈 告诉他我今后的打算 我现在没有谈恋爱的心思了 只想努力发展事业 等我工作稳定一点再说 他还想继续说这个话题 我连忙用工作搪塞 我妈这辈子遇上我爸 过得真的很苦 我爸在我18岁之前 就在两个女人之中 来回摇摆 他放不下初恋 又不愿舍掉我们这个家 不仅折磨了自己 还差点把我妈逼成了疯子 直到我18岁那年 他终于下定决心 舍弃了我们一家 他卷走了家里 可一栋的资金 任由我和我妈落魄街头 直到前年 我妈才遇上了 他的第二任老公 他说 感情是不能勉强的 更是不能将就的 婚姻里一旦出现了裂缝 就很难再缝合 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没有办法 对承越这次的所作所为 视而不见 我讨厌摇摆不定的人 在我看来 无论是男人 还是女人 都该对婚姻忠贞不二 不过 他也让我明白 在这世界上 最不会背叛自己的 只有进入兜里的那点钱 有时间去悲伤 不如多花点时间 来提升自己 所以接下来 我不仅拉黑了 承越的电话 顺带把他父母的电话 也快拉黑了 几次三番的事情告诉我 要断就要断得彻底 不能再藕断丝连 我把专注力 全放在了提升自我和工作上 整日家里公司两条线 彻底把影响心情的人 抛之脑后 辞歌 我们要出差几天 我收拾了桌面的东西 抬头看向问这话的新助理 两天时间你戴套换洗的衣服就行 我的新助理是上一任助理辞职前推荐的 他回去修产家带娃 就把他妹介绍了过来 我本来不接受裙带关系 但没想到他的能力完全不属于他姐 也就把他留了下来 苏黎办事能力很强 我对他就没担心过 但没想到他第一次出现工作失误 是在出差的时候 这会儿我们俩将站在酒店里大眼瞪小眼 苏黎稍显局促 反复问着前台小姐姐 你们这里真的没有空余的房间里吗 苏小姐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真的没有空余的房间了 而且最近连着下了几天大暴雨 游客被困在酒店 各个酒店都缺房间 真的 见他还想追问 我沉沉地吐出一口浊气 算了 一间房就一间房吧 好在他出于跟朋友的旅游习惯 不小心把房间定成了双床房 不然只有一张床的话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想着男女有别 我特意拿床单 在两床之间做了个简单的分界线 慈哥 我能不能给家里人打个电话 看他小心翼翼询问的模样 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打吧 你要是不放心 可以开视频 我跟你父母解释 明天天晴了 我就去别的酒店开个房 不然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要是被别人知道了 对我们彼此都会造成影响 苏惠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 也听了我的话 给他的父母打去了视频 他父母刚开始言辞激烈 恨不得冲破屏幕来打我 我极有耐心地 再三保证了 不会对他做什么 他父母的情绪 才缓缓平复了起来 但还是不放心他 让他时刻跟家里人抱背着 我一脸无奈 要不是明天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我睡走廊也行啊 慈哥 你安心睡吧 我把手机静音 不会吵到你休息 他整个人缩进被子里 连一根发丝都看不到 说话的声音嗡嗡的 不仔细听 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我困得厉害 闭眼就直接睡了过去 好在熬过今晚就听前台说 有空着的房间了 我二话不说 直接定下 这才避免了接下来的尴尬 这次出差 我们结束得很快 对方是以前跟我合作过的人 彼此相互信任 所以很快就解决了合作问题 回到海市 苏惠先我一步 去了机场的停车场 把车开了过来 慈哥 鉴于你这几天对我的关照 今天就我送你回去吧 也行 我没有拒绝 一路上 我困得只打哈欠 想着回去就立马洗书睡觉 半晌 车子终于到了我家楼下 我满怀感激地跟他道着谢 苏惠倒是不好意思了 不用客气 快回去洗书休息吧 明天见 我回之一笑 明天见 他发动引擎离开 眼见着他的车舰行舰员 我默默说回了视线 却在转身的那刻 对上一双带着怒意的黑眸 成员面露愤怒 似乎气坏了 眼里充斥着怒火 你跟他去酒店开房了 他带着韵怒的嗓音 有些颤抖 更像是难以置信 我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模样 顿时明白 这是谁的手柄 这几天出差在外 我就只跟方圆说过 那晚的窘况 我脸了脸神淡漠道 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倒吸一口冷气 带着受伤的神色看我 你这是在报复我吗 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我冷眼回着 学着他之前的口吻诞生道 心脏的人 想什么都脏 成月身形微颤 差点站不稳 他现在或许真的感受到了 我当时的愤怒 只是可惜 晚了 我以为经过这么一出 他不会再来找我 但第二天 我出门上班时 又看到了他 成月依然穿着昨天的衣服 眼底下有着藏不住的倦意 阿慈 我给你买了早餐 他小心翼翼将手里的东西 递了过来 我紧紧瞥了眼 就一开了视线 我从未喜欢过灌汤包 每次表现爱吃 只是因为那是他买的 以前他给的 我从来不曾拒绝 可现在 我只觉得厌烦 我单声说 你这样真的很没意思 成月 别再纠缠了 我们都应该向前看 说着 我越过他往电梯里走去 成月没有半点犹豫 急忙追了上来 阿慈 我为我之前说的话跟你道歉 你要我怎么做 才肯原谅我 狭窄的电梯里 耳边是他迫切询问的声音 我看着眼前紧闭的电梯门 心里平静无波 原来彻底放下 是这样的舒爽 程小姐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他顿了两秒 什么 我在想要是当初没有认识你就好了 又或者说 在知道凌晨的存在时 就及时止损就好了 也就不会白白浪费三年时间 成月谋底闪过受伤 隐忍又克制道 但是对我来说 能遇上你是我的幸运 听到这话 我觉得无比讽刺 侧目看了他一眼 随着电梯到达一楼 我走了出去 迎着他热忱而期待的目光 我神情自若道 我的不幸就到此为止吧 这次他没再追来 我来到公司刚坐下 一则陌生的号码 发来了几张合照 是凌晨和成月的合照 照片里的他脸上 样着不加掩饰的笑意 看向他时 眼里弥漫着暗意浅全 同样 成月面上也是笑颜如花 亲密地依偎在他怀里 看起来多么的相配 多么有意境 我挑眉看着 平静地给他发去消息 照片拍得不错 不过你发错人了 发完消息 我把成月从黑名单拉了出来 随后 把他发来的消息 和之前朋友圈的说说截图下来发给他 并说 不想闹难堪 就管好你男人 下不为例 确保消息发出去后 我再一次把他拉进了黑名单 办完这些事 我瞬间感觉全身舒畅 江经理 恭喜你呀 苏惠一来 公司嘴角就挂着难掩的笑意 随着他的走来 一杯外带的咖啡 也出现在了我办公桌上 我挑眉问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刚才在电梯里 听到老板打电话了 已经确定 你会升职为经理了 我作为第一个知情者 先恭喜你 苏富贵物相望 我心中一刹 他的话刚落下 老板就让我去了他的办公室 正如他说的那样 我成功升职 从老板办公室出来后 我嘴角的笑意 怎么也压不住 我想到了 会有这么一天 但没想到 来得会那么快 下午 我按时下班 却接到了方圆 打来了电话 我刚接听 就听到了他 激动的声音传了过来 江慈 你知道我刚才看到什么了吗 不等我回应 他继续说 我看到成月和凌晨了 成月像是很生气 在跟他对峙着 我对此没什么情绪变化 好整以侠问 然后呢 然后成月说 他不喜欢凌晨 让他要有分寸 还真是好笑 不喜欢还能跟人去开房呢 这要是喜欢还得了 听到耳边传来的嘲笑 我差点没忍住 跟着笑出声 我嘴角微微一勾 抬头却对上了成月 那带着眷恋的黑眸 他眼里还带着后悔 我收脸神色 像是没看见他 镜子走着 却在快要越过他时 被攥住了手腕 阿慈 我知道我错了 之前是我拎不清 跟他相处没了分寸 你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吗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跟他来往了 他水灵灵的眼里 透着薄薄一层水雾 向来清冷的脸庞 带着内疚和后悔 可这世上没有回头药 不是什么错误 都值得原谅 成月 你在说这话的时候 不觉得很恶心吗 那天晚上在酒店里 你们发生了什么 只有你们自己知道 但我也不是傻子 别让我把话说得那么清楚 成月脸色灰败 颤抖着问 你真的不能原谅我吗 那天晚上我喝醉了 我根本就没有印象 你这些话 骗骗你自己的就可以了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你什么样 我不清楚吗 我一声冷笑 这世上比你好的女人多了去 我凭什么要在你身上吊死 成月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我毫不留情地 推开了她的手 闲悟地将她碰过的地方 在衣服擦了又擦 成月面色骤变 仿佛下一秒就会哭出来 但我不在乎了 从她这么做开始 就该预料到有这天 就在这时 苏惠突然狼狈的公司外面 跑了进来 大喊道 江经理 外面下大雨了 我能坐你的顺风车吗 看着她浑身湿透的小可怜样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仰了仰手里的车钥匙 走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